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我看不懂不看世界背 字幕志愿者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突然就是前段时间上次直播的时候 他不就很眼了我就给他抓我抓破了 现在这长了一个红点 特别像喉咙做了什么穿刺一样 我感觉吃的药好一点了我不知道是 寻麻疹还是什么东西过敏了 我把我那个就不知道不知道什么问题 然后我把我换进的衣服给阿姨说 我说我带回来消个毒 我不知道是寻麻疹还是衣服上有什么东西过敏了 反正前四周跳完我就特别痒这边 然后这边脸也麻掉 我当时在台上还在想 我说我妈呀 我说该不会左边脸要面瘫了吧 因为当时在台上这边脸就是很麻 特别像那种你要面瘫的前杖 你知道吗 就那种像那种脚麻的一样 这边脸就麻掉 然后结果过一会儿这边脸好了 结果我下来一看这边红了一片 然后就信号 然后戴蒙跟我说说可能是 寻麻疹 他就说让我吃那个 那个绿蕾塌顶 然后就我们后台什么药都有 就吃了 后台 后台药很齐全呢 我们的后台什么都有 什么止痛药呀 胃药啊 过敏药啊 保兴丸啊 这些东西都有 谢谢 我今天妆容有什么不一样 我来考考大家 打对的人说明你很厉害 眼妆 对对对 然后呢 眼妆有什么不一样 很明显 没错 我今天贴了下睫毛 之前都只贴上睫毛 然后我忽略了 上睫毛一浓显得下睫毛没有了 我就把下睫毛也贴了 因为今天显着没事 我在那贴睫毛 看看看 这是我贴的 很厉害吧 就显得很浓郁 整个人一整个 搭整个了 谢谢 就是卸妆比较麻烦 得拿面签一点一点的 给它卸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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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说到这个 说到这个就是不错 今天夹子就是 这是我们做造型的定位夹 就是它把它撑在这就可以 那个造型就可以固定住 然后之后你喷发 喷完发酵把这个夹子一取 这个发型就固定住了 但是我不喜欢喷发酵 因为就是喷完发酵 晚上就要洗头 竟然不想洗头 早上才洗过头 我就想晚上我不想洗了 然后我就把夹子我就不取了 我就不想喷发酵 就让它撑在那 我要把 我要把这个夹子变成一种时尚 让大家以后以为这是个装饰品 就不是忘记去了 它就是我头上的装饰品 是一个小配件 就很漂亮 而且我还买了那种非常漂亮的定位夹 给你们看 以后我准备 头上就加满夹子 就像我在拼多多买的 就看 就这种定位夹 有彩色的 以后就夹在头子 头上就当 就当那个发式了 这样就是既不用喷发酵 然后发型也很漂亮 还有了发式 一举八得 就是一个 一个女团 新时尚 这个枝楞的太厉害了 对 一举八百得 说到这个 我去把我的 拿个隐形眼镜盒 一会还粘隐形眼镜 等一下 等一下 好像是 好像是月抛什么的 但是我就是 都带 谢谢 我就带一周就扔掉了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带日抛 我发现 虽然月抛都比较漂亮 月抛的尾头会比日抛的漂亮很多 但是 就是没有日抛的舒服 而且比较容易发炎 你发现吗 这是我月抛的尾头 就是是不是感觉比日抛的要漂亮一点 但是还有个弊端就是 容易发炎 管他的反正都当周抛用 带一周差不多就 我觉得很脏了 就真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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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抛就是 扔掉的意思 日抛就是带一天就要扔 周抛就是带一周就得扔 双周抛就是 带两周就要扔 月抛就是带一个月就得扔 然后年抛就是 半年抛就是 一次累退 对吧 这个护手好难用 黏答答的 月 如果日抛带一个月会怎么样 你的眼睛会瞎 我真的最近太懒了 我那我就是收的去那个国风的行李箱和包就一直放在那儿 我就想着可能哪一天他又要让我们一个说走就走的 就说走就走但走不了的巡演 然后我就一直放在那儿 我都没没给他弄出来 就一直放在那儿 对这个就是我的巡演 巡演旅行箱 就一直放在那儿 不知道 不知道应该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我也不是运营 但是我这个反正行李箱和包就准备在那儿 行李箱我放在我那个鞋架旁边 一直放在那儿 好吧 之后就不用 之后就 如果哪天突然说要走 我也都不用收行李 我就一直在那儿睡觉 当要发车的时候再把我叫醒 然后我再 我再下去跟 穿个衣服就可以去跟车了 然后那个包也是随身 那个包一杯 行李箱一拿 人说走就走 我给你们看我的包在这儿 给你们来一个翻包 想看吗 没人想看算了 你们这群直男不喜欢看翻包 我刷小红书 我特别喜欢看别人翻包 我是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 侄女就喜欢看别人翻包 就喜欢看别人包里有什么东西 对 给你们看 就是说她在这儿 我都没合上过 我灰了都 首先她是一个 我今年使用频率最多的包 因为她是一个纯黑色的皮包 而且容量很大 所以就是我今年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包 然后就配了个小挂件 这个就是随时换 根据当天的新情换 她长这个样子 就很大 很能装 然后两边有两个侧 侧边包 但是我好像没装什么东西 对 我每年都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包 就是我有很多 很多包 但是一年就会盯着一个包用 因为那个包好像今年就用起来特别顺手那样 很能装 真的很能装 而且她就这么单胯着 然后不方便就这么斜胯着 有行李箱的话 因为你她比较重嘛 就放在那个行李箱上面 也很舒服 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侧面装了什么 有没有什么不能播出来的东西 东西没有 然后就是一个 一个那个 我的手护项链 还有一个小橡皮筋 这个就是小橡皮筋是被用的 一般就是我自己会 身上都会随身有个橡皮筋或者抓甲 然后这个橡皮筋放这一般都是别人 问我有没有扎头发的 然后我就把这个给她 这边是这个侧面的 这个侧面 然后这边是 这边有什么呢 这边是 一个 小的护手霜 然后一个隐形眼镜的 滴眼液 因为就是经常戴隐形眼镜 万一干了就可以滴一滴 但一般也是也是给别人的 就是我自己不用这个 一般别人都问我有没有 有没有养药水 然后就把这个给她 然后就是 看包里面有什么了 就是翻包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所以我经常想要看别人翻包 我就能推断出这个人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性格和 嗯 工作 救援包 没有就是出出行包 首先是一个 就是我的证件包 里面就是 就是 身份证 然后那个 嗯 迪士尼年卡 然后有张派里的没有了 这个就是 我的 证件包 一个 继续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 嗯 纸巾包 因为那天看这个包很可爱 我在买 酷炉米东西的时候 刚好 还有个这个 然后就 觉得好乖啊 就买了 它这边是一个 就是 这边抽纸 你知道吗 你知道 抽 抽来了 就是这边可以直接抽的 对 我这边就放那种抽纸 可以直接抽 然后这个 是 里面就是一个 一个小的湿纸巾 然后一包 小的卫生纸 因为你抽 你上厕所 用那个抽纸不太方便 这个一般 就是擦嘴什么 上厕所用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冬天特别需要 你们猜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就是你把手这样伸进去 它这里可以伸进去 然后毛衣很容易沾毛 你这样 就可以把那个毛沾下来 它是一个 就是 比如说你黑色毛衣 或者泥子衣 什么的上面 容易就是沾毛 沾那种 东西 这个就可以沾掉 对 这个冬天很实用 刮衣服毛的 还有如果有养猫的话 这个就更实用了 因为你可能帽子上啊 什么的就是都是毛嘛 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包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就是 放了单独放了一包那个 消毒湿纸巾在包里面 快被用完了 就是哪都能用到 随时擦擦手什么的 然后这是一个 小药包 嗯小 什么包 我也说不清楚 就是它里面 就是常用的一些东西 首先是 这个 眼符棉棒 很实用 就是随时 伤口那些 都需要 然后是两个刘海贴 这个 这个虽然 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是戴着吧 然后保兴丸 然后这个是 大姨妈指疼药 这个是普通指疼药 然后这个是 眼药水 就是我自己用 隐身眼镜眼药水 我会用这个 它就是一个一个的 然后可以很快的 消炎去红血丝 然后 这个是擦眼镜的 有两张 我戴那个框架眼镜 有些时候它就 脏了 然后这个 这个也是擦眼镜 我怎么那么多擦眼镜 好爱擦眼镜 然后这个是擦衣服的 就是比如说油 你穿白衣服 你吃东西 那个油点突然 就弄衣服上了 你有没有穿白衣服 经常会把那个 吃东西 就是你穿其他颜色衣服 就不会吃到身上 穿白衣服 就一定会吃到身上 然后就需要这 这个 就给它立马擦掉 这个也是一张一张的 就很方便携带 这个挺有用的 然后就是 酒精棉片 然后创口贴 一些个创口贴 这个就是我的 这个叫什么 小药包 可以怎么理解 给它放回去 放不回去了 会越擦越来快 就是你 你在你那个 比如说白衣服 你在下面垫一张 卫生纸 然后表面用这个擦擦擦 它的那个油啊 脏的 就会吸到那张 你下面垫的那张纸上面 就跟女生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金血 染在那个裤子上 是同一种 方法 就很有用 就是我的 那个什么 什么包 对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 这个怎么说 这个叫数 数码包 就是 里面 一个type c的充电线 一个 iPhone的充电线 然后一个 增加加落在我这里的充电包 然后一个耳机 在这个包里面 因为 现在什么充电包丢包里面 很混乱 我觉得很很烦 我就一定会把它放在包里面 对 然后是一个 嗯 那个叫什么 正机 我们这些做 正在 咕牙的人 必备的一个小包包 这里面是什么 一个 一些牙线 几个牙线 然后一个 口腔 清新喷雾 就是 吃了东西 怕嘴巴有味道 虽然我平时 如果给别的包 我会带一个 给别的包 我会带这个 这里面有 牙膏 漱口水 牙线 还有牙刷 这个是我去公演的包里面 会放的 嘴 然后还有 还有这个是个 这个东西 这个是个补妆包 这个就比较大 因为就去机场化妆嘛 然后东西就挺多的 就是什么气垫啊 里面就 都给大家展示了 就是一些补妆的东西 应该能看到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什么气垫 嗯 粉饼 润唇膏 口红 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小 小袋子 里面就是一些 可能会用到 但是不 但是就是一些日常的东西 就是定位夹 唯爱 唯爱定位夹 随时给他把头发 支嫩一下 定位夹 然后一个超大润唇膏 像胶棒一样 大家其实是个润唇膏 就是 随时润一下嘴巴 嘴巴容易干 但是我怀疑他过期了 用贼慢 因为他太大了 用半天都用不慢 然后 两个刘海夹 这个很可爱 就是 是 不喜欢刘海这样挡着挡着 比如说吃饭什么 干嘛 还能把刘海夹到旁边 两个刘海夹 然后一个 那个 眼药水 这个去红血丝很很有用 就是 戴一些眼镜可以滴 个红血丝 一个红血丝 一个 然后两个 三个香水小样吧 出去 就是 就一点点 就是说 那个香水 有些香水 他那个流香时间真的很短 我就是人到机场就没有味道了 就是 可能不喷一下 或者是今天出门忘记喷香水 然后这个也很有用 这个是我的 一个杂不动 放进去 拍眼 然后就还有什么了 没了 还有个这个 这是我的那个 就是什么 这个眼镜 眼镜袋子 因为我现在眼镜放桌上 平时要用 我一般出门 这个眼镜就装里面 然后就放在 放在那个袋里面 就没有了 就是 我的包就够了 没有没有 还有里面还有个夹层 这个夹层里面有什么 就是东西有点多 这个夹层里面 没有盒子不怕压吗 不怕 一般都放 放表面上 而且我这些 我就是我的包里面 不是都是这些包包袋袋 袋吗 根本压不到的 我包的很整齐 不是一些东西 丢在里面 我这没有一个夹层 夹层里面的东西 然后是 首先是三串手链 就 也不一定要带 反正这个手链就想带着 就给它放 这个是很早之前是我 然后 我上 初衷中那会儿吧 我奶奶给我 买的手链 一直放到现在 但是也不一定反正要带它 但是我就随身带着 还有几个那种 那种玉手链 但是我觉得就是放不下了 我就把这几个水晶手链拿出来 然后三个小袋 这个是我的护身符 然后这个是我的两个 视频包 这个呢是 有一些 耳环 就是常用的耳环 这是我最常带的一个 百搭的耳环 就是 不管今天穿什么衣服 都可以带它 那随身在我的包里面 然后两个耳钉 如果今天不想带耳环的耳钉 也是那种 非常简单的耳钉 然后这个是我的 耳环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就是 比较夸张的 首先是一个非常摇滚的戒指 然后一个T字耳环 十字架的 比较酷的 都能搭 然后还有一条比较女人的 项链 穿的如果穿裙子 或者穿什么就可以搭 这个就是我的两个 哎呦 两个视频包 然后也在这个夹层 反正这个夹层就是放 放视频的什么 这就是我的出门包 然后放进去 装包 然后这个叫什么 数码包 小药包 然后口腔包 然后纸巾包 然后这个什么杂物包 然后证件包 湿纸巾 然后这个表面是那个眼镜 它其实很大 还能装很多 就是你看 这个 还能装很多 看得见 就这样了 拿上 就可以出门了 说走就走 哎呀 这是我的 说走就走包 啊 大包套小包 从我的翻包里面看得出我的 就是性格吗 对 我的心理箱更夸张 就是非常处女座 反正是 好 很大 是 看着 这 是 是 是 有那么一些些强迫症应该能看出来吧 就是我不太能接受就是打开 如果说是那种比如说去公演的那个包里面 就是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这个还行 但是就是随身背的包里面 我不能接受就是打开里面什么东西 都是混在一起 然后你要比如说你要拿个什么东西 你要在里面翻翻翻翻翻半天 然后也翻不出来那个东西在哪 这种很难受 不能接受这种完全不能接受 就是你要拿什么 你打开包你就知道在哪 我很不行 就是一个包你要找个东西 然后你一直翻一直翻 很难受 对就是外面的东西 就是外面的两个侧包就是会帮别人准备 因为经常会用就是成员说什么 你有眼药水吗 你有橡皮筋吗 这种小东西 那个纸巾包也是 就是比如说成员找你问你有纸吗 你可能你可以马上就拿给他 就是他背后是个抽纸吗 这样抽开给他就行了 对 就是出门不一定会带纸巾 你们知道吗 但是我出门会带纸巾 然后连那个试纸巾都会带 谢谢你的夜店 谢谢J的夜店 谢谢 谢谢你们的蹦鼻 免洗洗手液 就是我之前会挂在包上 但是后来我就不用了 因为我发现免洗洗手液 它里面经常都含酒精嘛 你洗完手之后 就是感觉手非常非常的干 而且有一种 火辣辣的感觉 就还是那个消毒试纸巾比较方便 而且那个免洗洗手液就是它是因为是液体嘛 或者是凝胶的那种 你滴在手上 碾哒哒 不是碾哒哒 就是湿漉漉的 就是感觉手很不舒服 你知道吗 所以你用那个叫什么消毒试纸巾 就是一下子还挺方便的 嗯 嗯 我要笨設有這樣的一種 目前 寬步 早逝试经其实也挺方便的 就是你擦完手之后 你还可以顺便拿来擦擦手机什么的 我觉得一点现金这个其实很有用 我应该在我的那个证件包里面 放一点现金 你提醒到我了 好 对对对应急用 处女坐下你学习 因为我很少带钱包出门了 这个年代好像用不了钱包了 我钱包都不知道丢哪去了 基本上就是 叫什么来着 电子支付 对吧微信啊支付包什么的 好 一直放手机可玩后边 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卡 我只有就身份证和迪士尼连卡这两个东西 所以有过那个证件包就够了 如果卡多的话你可以有一个那个卡包 确实我觉得现在我已经很久没用过剪了 不是没用过钱没用过现金了 我上次用现金还是在家里面跟大家打麻将的时候 在那拿零钱 没有因为我就是爷爷不怎么用那个电子支付吗 然后就是跟爷爷打的时候还是会用现金 对现金就是没把结算的时候会比较快乐吧可能 我遇到就是家里面都是拿先拿那个扑克 就是每人几十张比如说十张牌 然后先先用扑克 嗯等谁的扑克空了或者怎么就找人去去买他手上的扑克 我突然没有了应该没有 对算点说 谢谢你的本屁 对 其实因为四川麻将很容易做大牌 然后番数会很多 所以四川麻将我们在家里面就打一块钱了 打一块钱也可以打一下午也还也还就是蛮就是怎么说呢 嗯比较快乐 嗯比较快乐 但是又不会说特别特别少特别多那种打一块钱 嗯封顶的话就是每家有每家的规矩吧 反正这个东西很这个东西很随意的 对 一块钱到底青龙七对字幕也才32块钱所以就 我们在家家里面跟我三八还有我爷爷他们打 过年的时候就打一块钱打一下午就 玩个开心嘛 然后玩到晚上吃饭 谢谢J送我的蹦迪 我在我们家麻将技术排 嗯排最后吧我的技术技术在我们家是最差的 但是我就是有些时候手气好可能有那种年轻人光环 或者是年轻人的那种一往无前就是我经常输一些 你知道老年老年人他们打牌很稳你知道吧 就是有糊就糊了他们不会心很黑 但是年轻人就是不在乎这点就是觉得要做就做大牌 我就就一般就是说就是说说一些小牌 然后比如说一把做一个大的一口气都赢回来了 我的麻将信仰就是如果拿了一首好牌你不做大的话 就是麻将女神会生气的以后就不会再给我好牌了 然后我就是要么做大牌要么就是可以一直死磕到底 如果拿了一堆素牌 就是牌不好的话 我一定要自摸 谁点我我都不走 点我八万次我都不走 就是我的信仰 然后最后把大家都点了 那我也不在乎 因为我知道 麻将女生会必有我的 像我心这么黑 她一定会给我好牌 对所以可能 年轻 年轻人就是牌记不行 全靠手气了 这真的 因为我在家里面 跟我就是爷爷塞巴大牌 他们就觉得 一下午好像我输的最多 但是每次结算的时候 发现我好像 其实我还稍微赢了点 因为我就是 我一次大牌可以顶好多次 老年人就是有胡就胡嘛 就是永远都是 我爷爷经常 基本上一直在连装 就是他都是第一个 先胡牌的 就是做牌做很快 然后就胡牌了 然后像我三把 他们就是 比较属于中间的那种 这把牌好 就是做做大牌 然后我就属于 必须做大牌 我就没有做小牌 就没有做小牌的想法 如果是小牌 必须自摸 必须 必须自摸 而且就是说那种 我知道这张牌打出来 一定会 就是这个手不适合杠 不行 就算杠上炮 这张牌 我也要杠 杠的叫都没有 牌的杠烂了 我也要杠 先杠了再说 不要管我 还有那么多张牌呢 慢慢来嘛 我经常都是 最后这张牌了 才把叫给吓了 但是没关系 吃到很多杠钱了 这就是麻将女生 眷顾我的原因 满肤 对 因为有些看 就是跟家里面打 就是他看你一直在杠 觉得你牌好大 就是很多 他就先胡了 我先胡了 我先胡了 最后 最后可能三家都 胡了一张素牌 但我吃杠钱 已经吃了很多了 结果那个牌一摊 我都还没下降呢 你们胡那么快干嘛 结果还是得赔我杠钱 对吧 因为你们三家都胡掉了 你就不用查我的叫了 这个杠钱还是得给我 没有 就是如果是最后查叫 没有听牌的话 那是要推杠钱的 但是如果三家都已经 胡掉了 这个杠钱就还是我的 其实我自己很难 我很少做 我很少做那个龙气 就是小气队龙气队什么的 因为我根本忍不住不碰 在我的观点里面 有碰才有杠 不可能不碰 有碰必碰 所以我很难忍住 很难很难忍住 去做小气队 对 马上就快过年了 让我今年回去好好地 跟大家 battle battle 跟爷爷 叔叔们 battle battle 让我来感受一下 一年了 大家的麻将 有没有进步呀 估计没有 晚上好晚上好 我穿吧 没有什么开包什么的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是日本人妈 请说中文 我没有吃饭 我不饿 你试着 中国人 你就 你就用中文嘛 你真是考我日文呢 穿卖有什么很特别的排行吗 没有啊 就是 就是该有的排行都有 最大的青龙七队 或者是十八罗汉吧 金沟调 还有什么 断腰九 但是很多 就是四川 很多人 大马将 他们不带断 不带 不带断腰九的 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金沟调就是 你全杠了 就剩一张牌 的那一张牌 就是金沟调 然后 最大的应该是 青金沟调吧 就叫什么 青十八罗汉 金沟调 就是你 青一色 全杠了 然后就剩那一张牌 的那张牌 这应该是最大的 排行了 懒得补了 我的排领多少 我也说不清楚 就是 其实我很小时候 可能会打 但是我 就是一直没打 我小时 然后第一次大马将 的时候是 是我大把 打麻将的时候 上厕所 然后没人帮他打 还说让我帮他打 随便打 但是我已经 就是经常看 麻将 我已经早就看会了 然后就帮他打 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会打麻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之前 我也会打麻将了 但是那个时候 大家不知道 我会打麻将 就是很早之前 好像就看懂了 嗯 そうですね 我感觉 就是四川人 基因里面 好像有这个东西 吧 就是看几遍 就会 人四川人的 一个天赋 对 但是四川人 打麻将 喜欢 就是会 讲 翻数 封顶的 比如说 自摸家底 自摸家翻 然后最大 多少翻封顶 所以 你这牌 再大再大 基本上就是 最大 就是封顶 那个翻数 也没多少 四川人打麻将 就打得比较快乐 不会打得很 很大 打得很大的 那也 那不太好 我觉得 我觉得打麻将 就是一个娱乐 就是打点 打点小钱 就是为了快乐 不能 不能有赌博的性质 在里面 对 而且我打麻将 就只跟 比如说 中心的 小朋友们 一起打 小朋友 我多大 中心的小朋友们 一起打一打 也是打个五毛 一块钱的 然后 你晚上就 二三十块钱 打个通宵 才二三十块钱 睡一大 然后跟家里面 人打一打 打一下 我 反正也不多 然后 我从来不在外面 打麻将 因为我觉得 外面 外面打麻将 性质不一样 一个首先是 你不认识的人 跟人打麻将 就很奇怪 为什么 跟人打麻将 其次吧 就是十毒 九 九炸 你不要在外面 打麻将 对 而且外面 打得大 中心 手动的 自动的都打过 我也会上海麻将 其实我觉得上海麻将 还挺大的 就是后来很少跟成员一起打上海麻将了 就是你赢人家钱赢多了 你自己也不好意思 对吧 因为上海麻将它不是带花吗 然后还有别的一些东西 这个番数还挺大的 所以我 就是一般跟成员们打麻将 就是找大家愿意打穿麻的 打一打 就几块钱比较快乐 上海麻将我一般就算了 放点你很难放水你知道吧 因为有时候你们就拍手机上来了 他一直在翻花一直在翻花 你能怎么办呀 你就跟说这花我不要了吧 而且敲麻就是 你得就是你得喊挺 对吧 你喊挺 喊挺了之后你有呼必呼 你也不可能说 你都不呼了 所以就 就是跟成员打 我也比较喜欢打穿麻 对吧 你也 适当的也可以放放牌啊 知道他要呼什么 你就点给他 他也蛮开心的 知道他牌不大 你就先点给他 然后抓一抓 你自己我自己做牌选 做的比较大 我的一个毛病 抓一抓 抓一抓赢家 我跟小北经常我们两个在这 对做大牌 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 因为我们两个 就是一直在赢吗 可能 然后我们两个就 不想去做小牌 也不想呼大家了 就我们两个就经常点点给人家 那些做小牌的 让那两个男子 我们两个对做大牌 今天我们两个互相在这带 今天我们两个互相在这带 没有穿吗 其实非常简单 穿吗的规矩也没有那么多 不是规则也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会穿吗的成员还是挺多 只是就是好像每个成员穿吗的那个 计分不太一样 所以你得统一下计分的规则 就能打了 其他的 规则都是一样的 排的规则都一样 可能就是 那个叫什么 记的那个 就是记得翻 记得翻数的那个规则 每个地方 或者每个成员 他们都有两个不太一样 好 还有十分钟 我就下播 OK 再聊十分钟 为什么突然聊到麻将 谢谢车车 不看世界杯 我明天还要早起呢 而且吧 就是 因为我不看足球 所以我看世界杯干嘛 没有 没有 没有必要硬看吧 对吧 既然是我 不了解和不擅长的东西 我没有必要去硬看 对可能 哎 今年过年好像 哦 谢谢永依 今年过年是不是 嗯 或者挺早的 一月份 哇 那不是马上就要过年了 家人们天哪 我想到要过年了 我 明年过年都是 非常费钱 呵呵 过年机票老是很贵 不知道为什么 人都要气死了 准备年货 准备年货 不是我操心的 都是我的长辈操心的 我 对啊 主要是得回去发红包 这个是 非常一大笔钱 搞卫生 说实话 卫生也不是我搞 我好像回去除了发红包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用啊 对我过年减肥 可以卷死他们 卷死你们 你过年都变胖了 结果过年变瘦 光 主要是我过年回去 得给我家里面 长辈发红包 而且你给长辈发红包 一般也不能发太少 你得发的还比较 稍微大一点 所以就 像我们家里面长辈也不多 但是也是一笔开销了 一两百 那怎么可能给长辈发一两百啊 你现在给小孩 就不只发一两百了吧 而且还是家里面 就是比如说我上面 上一辈的 你起码也得 算了 不说了 那爷爷奶奶 你得发的更多呀 多大年纪了 差不多我哥 我跟我妈他们发一千二差不多 我哥爷奶奶都两千 两千四 三千这种 就是你得发多一点 那么大年纪了 总得让老人家开心开心啊 但一般不会发三千 因为三千就是在老年人看来是单数 你得发的比如说吉利一点 什么二千八呀二千四呀三千二这种 没有 没有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你给他们买补品什么的 他们真的不一定吃 然后也会嫌你乱花钱 你给他们发红包 他们最高兴 哪怕他们 他们可能不花放在那 但是他们很开心呢 对 像买补品啊买什么啊 这些东西是我 是我就是我的 我的长辈他们要考虑了给爷奶奶买补品什么的 我不用管这些 然后我也不会给我的长辈买补品啊 没什么 我觉得他们 售红包最开心的应该 我还是喜欢发现金红包 我不会给 就包括我妈呀 我三爸什么的 虽然他们也是 就是 也是用微信红包什么的嘛 但是 我还是喜欢给他们现金红包 我感觉不要有仪式感 对 不过还好我家里面我就 我就给长辈发红包 我们家里面没有小孩 因为我们家的规矩是 工作之前要给我发红包 因为我们家只有一个嘛 就要给我发红包 工作之后就不用给我发红包 那我觉得工作之后 我应该给他们发红包了 虽然没有这个规矩 但我觉得 但是我工作第一年 确实没给他们发红包 因为工作第一年 我确实没钱 回去买机票都够呛 自己根本存不下钱来 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 两千块也不到 你说我过年一张机票就要三四千 我怎么还发红包 发不起好不好 结婚前都能收 那我不得收一辈子呀 我的天哪 广州 好地方 不愧是大城市 北上广 桃里北上广 我这是怎么 那么喜欢北上广呢 过来收红包来了 是吗 那主要是我们家 都是四川人 那怎么办啊 我哥还在筹备阶段 我得花 又要花钱了 怎么那么多要花钱的地方 我得花钱 攒钱吧 还好 我准备 这次不是马上又打个舞台了吗 因为上次打个舞台攒了一些钱 然后生日光也赶花掉了 这次打个舞台感觉又能攒一些钱 就可以做一首歌了 对啊 这垃圾车动静非常大那怎么办嘛 我叫他 你不准来收垃圾了 那我们不得臭死 可以了 他已经来得很早了 两点钟不到就来了 谢谢 谢谢酥糖 再一点 对 没办法把垃圾车声音是有点大的 就是不买垃圾车 我觉得 怪我们这儿 确认隔音不好 还好了 以前 就是 你念春天 不一定 主要是看我赚多少 钱攒够了 弄 打个舞台投 投机腿正常的 很好呀 打个舞台不就是投机腿吗 投了机腿能到我手上啊 到了手上 我就把这个钱拿去做一些 反馈舞台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 你们打个舞台给我投的机腿还是蛮多了 比我那个 比我直播给的挺多的 直播你们投给我的机腿 我就拿去吃吃喝喝了 我就拿去 呃 就是 点外卖蛮喜欢的东西了 但是打个舞台 你们给我投的机腿是挺多的 然后我拿到手比较多 就一般就拿来 一般 就是拿来比如说生日公演啊 买卖设备啊 搞搞搞搞搞技术啊 买点做乐歌啊什么的就好了 对 对 对因为直播没什么鸡腿嘛 就是 两三个月攒点两三个月攒点 这个钱可以 就是 玩一玩啊吃一吃啊什么的 你们直播给我的鸡腿估计就是想让我 嗯 嗯 嗯 就是吃的好一点什么的啊 对吧 但是你们打个舞台给我的鸡腿 那就是投给我舞台的 那那个钱我得 赚到的钱我得花在舞台上面 那个我就不能拿去 就是买衣服啊什么什么的就不好了 就是买衣服啊什么什么的就不好了 我生日公演那套衣服 确实也是拿打个舞台的鸡腿买的啊 我自己平时应该不会买这么贵的衣服 因为那个衣服就穿一次平时很难 就是他 他并不生活化 知道吗 那个衣服就只能在台上穿 但是台上 你件衣服不可能穿两次 他就穿那么一次 感觉是有点心疼 但是想着 打个舞台鸡腿好像还剩点钱 这个钱 主要是我这个人是个非常节约用钱的人 就是道具我在拼多多买了 可以节省了好多钱的 挂咸鱼 你挂咸鱼不太好吧 你都不得暴露你的什么手机号住址什么的 而且我估计也没有人要买吧 这个挺挺不生活化的那套衣服 就挺舞台的 算了我就留着呗 以后比如说 你要拍什么 身弦什么的 也可以拿出来拍一拍 或者是什么 就是总还有能用得到的地方吗 说不定去 哎我可以去迪士尼也可以穿那套 以后对吧 它就是非常不生活化的 然后迪士尼也可以穿的很夸张一点 对因为我记得上次 神小爱什么的想借我这个衣服 然后他一关价格他说他不借了 他觉得他不好意思借 我说没啥后来他还是自己买衣服了 我觉得不用客气可以找我借 可以找我借 我再想打个舞台 我想一个风格贯穿到底 你们能接受吗 我不想再搞就是哎今天我要性感 明天我要酷炫 下场我要那个就是 我觉得没必要 我就觉得把一个风格 从海选到决赛 我都走这个风格 我都走这个风格 给他一路向北 给他一路向北 静在河一路向北 在河一路向北 在河一路向北 过去政府 你ập离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 因为现在这个打工舞台 它不是拼盘工艺 然后就是在自己对稿 如果在自己对稿的话 我就想 大家在幻境当中看 看得开心就好了 对吧反正就是自家粉丝看 不是说 别的对粉丝也来看 那我自家粉丝看得开心就行了呗 海选这就拼盘了 先能过海选再说吧 话别说太死 少点期待 少点期待 不要期待 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 你们这期待太高 结果到时候 太失望了 那岂不是很尴尬 又是不期待 就会有惊喜 这要期待 这要期待 那我没办法了 我的想法就是我不卷 我就全部蓄力 在我的那个新歌上面 其他时候我就也不能说摆烂吧 我就不卷 我要在沉默中爆发 我要先沉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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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爆发 我不能一直爆发爆发 大家会很累的 我已经我已经悟了 你一直在台上 你死我活的 大家看着也累 而且大家似乎并不买单 对吧 就对于我这种人气的 对于我这种人气 我这种阶段的人来说 你在台上累的太久了 甚至会让观众也觉得 好累好焦虑 我们就不 我们就不要这样了 我们就开开心心的 轻轻松松的 然后大家已经非常舒适惯了 突然来个大爆发 大家哦 有没有 因为我自己看 我自己看那种舞台 就是看他们舞台卷多了 我会有一种 人天生的焦虑的感觉 就是他们卷多了 我会跟着焦虑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怀疑你们也是 所以幻境都这么卷了 我就不想再搞一些 让你们看得也觉得累了 这种舞台我想搞一点轻松的 大家就说哎 有这样的这个打歌舞台 我们休息一下吧 开心了 有种感觉 我看舞台我现在全都念起了 但是看起来我就好累 很累 我希望我 大家在看我舞台 最好是这样 然后我安静的唱了一首歌 大家就休息了 大家就休息了三分钟 我是这么想的 好吧 一点四十了 我已经加班十分钟了 就是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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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